又回到每個星期你最期待的 Game Hub 上星期有人罵我,講遊戲就講遊戲,講甚麼政治呢? 我只不過是轉答我在網上見到的遊戲相關新聞 你覺得這些是政治嗎? 那你就要好好反思一下它跟你的生活關連到甚麼程度 是不是發現今集的節目變成書面語呢? 是有台灣朋友要求嘛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們每個星期三就會為大家帶來不同的每週遊戲發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為大家介紹不同的遊戲 如果你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和加入會員啦 Hey Guys, I have some news for you! 一開始其實我真的不太想說武廢又或者中國 始終集集都說真的有點悶 但作為我們近期發生大過,不說就真是愧對自己的節目 所以我決定再一次以最持平的方式去報導 事先說一說,我只不過是針對部分中國網民的態度 就好像上次留言都有其他中國觀眾提到 其實他們都被小粉紅搞得很嚴重 好老實說,坐在同一條船我們自己有的啦 有些東西在心中,好不好? 好啦,先說回正題 現在講到抄,大家會想到甚麼國家? 我沒有說是誰,你們有針對呢? 不過今次我講的國家和手遊 可能大家想都沒有想過 以日本刀斬鬼,你會想到哪部作品呢? 當然是鬼蜜之刃,為何要打架? 你在Youtube 播放鬼滅,你真的想被人贊帳嗎? 最近韓國就有一部手機作品的人物角色看上去就有九成次 這部叫鬼殺之劍的手機遊戲 封面圖就是一個左眼有著特殊圖騰的主角 勒著把日本刀,在意和風 和仿浮世繪風格mix and match 嘩,看上去一點都不像鬼滅,對吧? 嘩,又斬鬼喔! 鬼的樣子和雜星剛好跟鬼滅一點都不像 故事方面就講到主角因為血鬼而失去家人 所以立志成為獵殺血鬼的劍士 看到這裡的話,如果你說他像鬼滅 一定是戴上有色眼鏡啦! 曲線要講明了 一開始開發公司就說 其實只是世界觀跟鬼滅有點像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玩家買賬當然不買啦 遊戲Google Play Store 就被人拆讀了1.1星 後來開發廠Tenny Games 更加被人揭發是空殼公司 那最後怎樣? 最後遊戲廠當然是走出來道歉 以及將遊戲落架啦 做創作不尊重創作 你叫大家怎樣尊重你呀? 講起遊戲創作 唉,被你們看死了 我怎麼都要報一報中國和武漢肺炎相關的東西 因為這件事太大膽了 台灣獨立遊戲廠Mip C 是不是Mip C Games? 因為這個字應該都是他自己創出來的 開發了一隻遊戲就叫做冠狀病毒大進擊 人家是這樣叫的 你不要問為何不是叫新冠病毒 又或者叫武漢肺炎 在這個遊戲中 這個冠狀病毒就不是攻擊病人的身體 而是令病人變成一個自私自利的喪屍病毒 遊戲就充滿滿的諷刺意味 包括了近期幾宗小粉紅知名的事件 例如要求CAPCOM換走Bio3 poster上的9181抵制 中泰的Ennergy 大戰 當然還有光復香港口號等等 總之你想得到 會激怒到小粉紅的元素 你都可以在這個遊戲中找到 又起碼多少錢? 64 64元 中國網民當然在遊戲評價到不斷負皮和report 連中國的官方媒體環球時報都走出來大罵這個遊戲 欲華沒下限 但罵了幾罵之後 遊戲就封鎖了中國地區 中國的玩家就沒辦法在Steam上找到相關遊戲 開發廠就說我甚麼事都不知道 似乎就是Steam 刻意將中國地區的玩家IP封了 不知道未來Steam 會不會就同類的原因 為中國玩家封鎖更多的遊戲呢? 不過說起封鎖 今天巴哈就將一段舊文更新了 巴哈表示原來Steam在去年8月 已經達成了與完美世界的合作 Dominion 都買好了 中國版的Steam 應該很快就可以跟大家見面了 我都知道一定會有觀眾走出來說 Steam 賺人仔啊 你這麼狗 甚至日後我一提Steam 都可能會有人會問候我 但我覺得合作是方便大家的 我自己就有點期待了 不知你怎樣看呢? 不過今個星期花生排行榜最瘋都不是Steam 而是有關遊戲The Last of Us 的開發 Naughty Dog The Last of Us Part II 一再延期 就算在今年的6月19日推出 跟大多數近年要講deadline的廠都一樣 Naughty Dog 一樣傳出極大量的瘋狂OT 不OT 被人解僱、超高、工作等等的消息 除了以往其他廠的事情之外 今次更加傳出Naughty Dog 是一些24小時趕工 甚至乎是出現過工程時有建築物料差點突中設計師的情況出現 隨著推出的日期越來越近 由於開發的進度一再延期 基本上有不少前員工都提到 其實大家都是希望做一個好的作品 所以才加入Naughty Dog 但就沒有人有想過 整間公司原來這麼大工作壓力 可能你會說 進入這些頂級公司你又預料了 但你千萬不要忘記 進入Naughty Dog的員工本身已經是千挑萬選 可以說是行內的頂級人物 連他們都說辛苦壓力爆煲 我雖然知道壓力有多大 不過這些都是其次 更慘的就是有廠方爆出有成員嚴重內控 甚至有傳 這個真是傳聞 有成員因為報復心態 所以將The Last of Us Part 2 的全部內容在網上公開了 相信現在大家一拿這個 keyword 上網搜尋 就可以找到大量的影片 我就不在這裏劇透了 但有不少看過現在偷布版影片的玩家都表示 劇情方面由神作一下跌到八點半檔的水平 更加表示如果一隻遊戲是這樣結尾 就乾脆退訂了 我也先說明 如果這次你在留言留下相關的劇情 我一定會de-comment 始終大家都想好好享受遊戲 結果是好是壞 喜不喜歡你玩過才知道 今集的GameHop 又來到這裏 一如以往 如果剛剛那些新聞有什麼後繼的消息 都歡迎在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你有些覺得有趣、夠話題式可以放上GameHop 的新聞 你也可以在Facebook 找我 我是希治閣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我們下集節目再見 拜拜